在台湾早期大幸不多 而流氏就是屏东当地的望族之一 流氏宗祠初期在建造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因为领土划分的问题 真正能够使用的面积并不大 此外现在我们看到的面貌 真的是一砖一瓦慢慢加上去的 这一座建物不只是寻常人家的宗祠祭堂 对于建筑物上头的工艺技术是很难被复刻的 建筑物的主体从堂内的外观屋檐的雕刻以及彩绘 都非常的讲究 而门口两旁写有多幅的对联 用来代表流氏的宗族精神